这里的人们天生就擅长和学打教导 他们以冰为砖 以雪为墙 创造了一个童话世界里的冰雪王国 作为老朋友 大学有时还会带来出人意料的机遇与惊喜 飞往黑龙江省的南部 我们来到雪乡 这是中国下雪最多的地方 一年中积雪天数长达两百多天 积雪最深时超过两米 雪乡的冬天 推土鸡最受欢迎 夜里突降大雪 第二天一早房门常常打不开 这个时候推土鸡就派上了用场 袍子受到游客追捧 狗算是技术过硬的司机 驯鹿是这里的明星 他们的出现总能引起人们的好奇 这里原本是双风林场的职工宿舍 因为拥有得天独厚的匠学 他成了炙手可热的旅游景区 宿舍变成家庭旅馆 伐木工人当上了老板 原本悠闲的冬季 反而成了他们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这一年中最忙碌的冬季